现在是2020年6月17号 晚上的0.08分 凌晨0.08 比赛是灯神对八十月 这场比赛是两位大家非常喜欢的玩家 灯神对八十月 一分是六比赛 目前八十月被灯神斗到了三分的察觉 今天晚上灯神要讨薪 这是一场讨薪之战 八十月这个超市已经欠了灯神送货的两个月公司了 灯神要求赚工资 可惜啊 这里八十月偷到灯神一个下盘 灯神的防守确实在一个硬伤 哇 这边是抓出了一个逆向的一个连招一个判定 前前清队之后开始打连断了 现在镜子版边八十月曝光 与灯神没有支援 你让他连吧 不过灯神要连他了 一刀一剃了 还有一个甩息机会 都出之后 小生龙被地方一个超随机压制处了 可惜啊 灯神现在还有 免费了 直接干到八十月一个反三局 但这个场面对八十来说 也是小场面 见怪不怪了 他已经N次打这种反三局了 好 现在小小的成功命中 妖准的八山爆走连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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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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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花你说的很对,看来你也是比较了解这季游戏的 带嗓猫现场确实会轻一点,因为有人他就喜欢玩那种带嗓猫现场 80月的大门武郎确实是一局,只是今天晚上他的大门武郎没有发挥,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战斗里兰 一直被对方小姐的这一顿啪啪啪,你看,大魔狼只能坐在墙角了,哎呀,我要站起来,哇,看来他站不起来了,体力严重不支 现在,八岁的中间是选择了不知火舞,不知火舞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98岁的比赛使用的一个角色,人手一个,号称街舞 好,又是一个小跳的飞植之舞,拿下对方拉庆啊 为什么大门武郎不抢反,一个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抢反的,只能最后一个人抢反 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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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闹呢 大家可以先给主播点回主吧,如果觉得这个主播还可以的话,转发分享一下他们的主播 人就会越来越多,嗯 没有加坛的朋友啊,点击直播间左上角到小红枝,可以加坛,可能就会塌 双击就是简单了,双击就是简单了 双击就是简单了 天亮之眼,这次我觉得八岁要赢了,哎呀,强反了 但是他,他这边也出了一个强反 两个人都是用强反来破解 8比3,灯神拿下了这一份啊 老八现在很被动啊